刚才上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讲了操作风险 它的基本定义 讲到操作风险 它的四大来源 包括内部外部情景 三大类数据 以及内部控制的流程 然后呢 我们讲了操作风险的计量的方式 有top-down和bottom-up两种 我们先介绍了两种top-down的方法 一个是BIA基本指标法 把过去三年业务收入直接求平均 如果为负 不算 然后另外第二种方法呢 是标准法 标准法呢 是把业务拆成八个业务条线 然后每个业务条线的 gross income乘以相应的权重 同一年内的可以相互抵消 负数直接加进去算就行了 但是不同年份之间不能抵消 也就是说每年最低只能是零 好那下面呢 我们接着来看这个关于标准法 standardized approach 关于这个标准法呢 它有一个扩展 叫做alternative standardized approach 这个叫做替代的标准法 简称是ASA 好注意这个叫替代的标准法 这个方法呢 在以前的讲义上是基本上没包含的 因为没因为这个是在巴西尔协议的附注里面 它是在附注的 在那个一条线底下那些小字里面的 是没有人认为会考的 但是在去年的 在17年11月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考点 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预测这些考点是什么 好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又也加入到进来 好什么叫做替代的标准法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监管机构来决定 一家银行是否能够用这种方法的 也就是这件事情呢 不是说我银行想用就用 它首先是要由监管同意的 监管同意了之后 你才能去用这种方法 好为什么会去用这种方法呢 因为用了这种方法以后 可能会比刚才我们所讲的 这个普通的standardized approach 会计量更加准确的资本金 有些金额呢 它是不会去重复计算的 因为在这个standardized approach里面 有些业务有可能会重复的分类到 不同的这个业务条件里面去 但是如果我用alternative standardized approach呢 监管机构就认为 这些重复计算可能会消除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 所以说呢 这个首先是要由监管同意 银行可以去用这种方法 那银行才能去用 那么替代的标准法 它是怎么去算的呢 我们来看第一段话 它说的是什么 它说和标准法 standardized approach 其他内容都一样 只有两条不一样 第一条是retail banking 这个是零售银行业务 还有一个是commercial banking 商业银行业务 好 这两个业务线呢 它说要用下面这个公式来进行计算 它是以零售业务为例 好 这个RB下标 指的是retail banking 比如招商银行 这个零售业务做的很多 那么零售业务 它怎么去算它的资本要求呢 首先这个LARB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解释是什么 它说是total outstanding retail loans 是所有零售贷款的outstanding 现在的敞口金额 然后还有一个advance advance就是中文叫做电款 指的是银行可能会为一些客户提供一些电款 好 它是把这两部分金额加起来 叫做LA 同样呢 也是过去三年的平均数 average over past three years 直接把过去三年的这些贷款的金额呢 取了一个平均数 然后呢 前面乘上一个m系数 这个m系数固定的 最底下是银行 0.035 好 他认为所有的这些贷款金额里面 有3.5% 是要进入操作风险资本要求的 他同样也认为 银行的贷款规模越大 操作风险资本要求就越高 好 然后前面乘以retail banking所对应的beta系数 那retail banking我们都知道是12% 好 所以这个设计里面 它是12%乘以0.035 其实这些数字都是确定的 12%乘以3.5% 再乘以我们的LARB retail banking 好 那commercial banking呢 类似 commercial banking只是它的这个beta系数 是谁啊 商业银行是15 好 就是这个区别 后面 这个是commercial banking 它的贷款金额加上电款金额的过去三年的平均数 好 这个公式呢 它基本上不会让你计算的 它只要让你知道一下 这两个业务 是和标准法不一样的 标准法里面是用gross income乘以beta系数 对是有可能会比原来小的 对是有可能的 但是它的这个管的这个算的口径比较 这里算的是贷款 你想想一个银行里面贷款的金额 跟你的这个gross income去比 贷款金额肯定 资产的金额肯定比你的gross income 比你的利润金额要大很多 对 所以它的计算口径比 大概的知道一下这个公式是怎么去算的就可以了 好 那年考的时候呢 也只是考 问你哪个业务条件是不一样的 好 记住这两个retail banking和commercial banking 好 但是很奇葩的呢 它后面还有一些更多的解释 这些解释呢 都是很无聊的规定 好 现在看第一条 它说在ASA alternative standardized approach里面 他说银行可以去把retail和commercial 把刚才我们讲的这两个业务条件 都乘以相同的15%的权重 好 这样的话 那零售业务就吃亏了 好 本来是12%权重 现在你要乘15%了 好 所以它括号 if they wish 如果这个银行愿意的话 可以这样去做 好 所以这句话 其实大多数银行是不会这样去做的 他只是 说了这么 随便说了这么一条 好 这个也是巴斯尔协议 我们那个下面付诸的原话 然后另外 他说 如果有些银行 他unable to disaggregate 没有办法去把那些gross income 去加总 哪些业务条件呢 其他六个业务条件 好 就是除了retail banking和commercial banking 其他六个业务条件 如果没有办法 去 把那些gross income区分开 那怎么办呢 大家统一用18%的权重 好 这个也是 alternative status approach里面的一条 总之一句话 就是审慎性 就是审慎性 都要乘以那个更高一点的权重 retail和commercial 一个12 一个15 我们乘的是15 其他六个业务条件 最高的就是18 所以大家统一乘以18的权重 好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 基本指标法里面 BIA 基本指标法里面 我们说 所有的业务条件 我不区分 都乘15%的权重 现在你用了一个更高级的方法 alternative standardized approach 结果呢 你所有业务条件都得乘18%权重 那我说 我银行 我现在不做了 我退回基本指标法 我算出来资本金要求还更少呢 好 这个时候注意 监管机构 它有规定 你只要用了高级一点的方法之后 就不能再退回更初级的方法 好 比如说你银行 最早 standard 最早呢 这个BIA 比如说一些小银行 我的风险管理水平 确实不太行 我就用基本指标法去计算资本要求 乘以15%就行了 然后最近几年呢 我的风险管理能力有了大幅提升 于是呢 我跟监管机构申请 我用标准法来计算操作风险资本 好 用了替代的标准法 假设 那用了替代标准法之后呢 过了几年 这个银行管理又很差了 我没有办法去区分这几个业务线了 好 没有办法去区分几个业务线 怎么办呢 监管机构是不允许你退回最初级的方法的 所以银行要进阶的时候 去申请的时候 一定要非常非常谨慎 一定要对自己未来的这个银行的发展 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有一个明确的预测才可以 好 因为操作风险的题目 我们不知道它会出哪些题目 就比如说这个银行 他说 我觉得用18%对我银行来说太亏了 于是我要退回BIA 退回基本指标法 听起来好像没问题 但是监管机构不允许 否则 这个就把计算资本当成儿戏了 你想用哪个就用哪个 这肯定是不行的 监管都是非常严的 好 最后一条 最后一段 在ASA下面 同样也是把这八个业务条线的资本金 做一个加总 好 这个跟标准法是类似的 标准法呢 是用的公式统一 而替代标准法 对于retail banking和commercial banking 用的公式是不一样的 用了一个新公式 就这么一点点区别 好 总之 关于标准法和替代标准法 这两种方法呢 在巴塞尔鞋里面是同一条 刚才说的 这个替代标准法 它是附录 是监管机构如果允许你这样做 你就可以这样去算 好 就是这样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 最后我们来看bottom up的方法 自下而上市的 叫做advanced measurement approach 高级计量法 那高级计量法 这个几乎每年都考 在17年11月的时候也考了 基本上都是考一些定性的题目 让你去对比一下 跟其他方法的区别有哪些 它的优缺点有哪些等等 好 类似的这种题目 那我们看高级量法 它是每家银行呢 用自己的own model 用自己的内部开发的模型 来计算操作风险资源要求 那不管你用什么模型 它有一条是确定的 关注的都是一年持有期 99.9% 智信水平下面的操作风险极端损失 好 这个也是巴斯尔协议规定的 好 所以用高级计量法呢 它是非常的flexibility 非常的灵活 好 因为每家公司 它用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它的优点就在于 好 它是一个bottom up的方法 可以对操作风险的资本 进行未来的前瞻性的一个预测 它是有诊断效果的 但是缺点呢也很多 太复杂了 所以会有模型风险 监管机构管理起来也非常的困难 而且不能在不同银行之间进行对比 好 比如工商银行 这个我们的宇宙行号称 已经用高级计量法可以计算操作风险资本了 然后中国银行也有一套模型 那你说工商银行算出来比中国银行要高 意味着工商银行操作风险大 是不能下这样结论的 因为每家银行 它用的内部模型不一样 数据也不一样 系统也不一样 你直接去对比 肯定会产生问题 好 关于这些定性的东西呢 大家都要有一个印象 因为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点全部都讲到 这个大家都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 好 那么这个高级计量法呢 它非常非常的复杂 涉及到很复杂的模型构建 所以给监管机构也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于是在这个2000 在1415年的时候 比较近的时候呢 这个高级计量法 它后来又退回了一个叫做简单的标准法 那这个简单标准法在去年的考纲里面是有的 在今年很幸运 这个把它又删掉了 这个考纲也是经常会变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以高级计量法 作为操作风险里面最高级的一种方法 好 那在高级计量法里面呢 考纲里面规定了要掌握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叫LTA 叫Loss Distribution Approach 这个不用去记 后面都有 后面会详细的把这个Loss Distribution Approach展开 叫做损失分布法 好 这个损失分布法呢 它的基本的理念 就是来得到一个操作风险损失的分布图 得到一个Distribution 通过这个Distribution 来计算它的蜡值是多少 基本理念和我们市场风险是类似的 只不过这个里面呢 它涉及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在每一步 我构造这个模型的里面 每一步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好 这些问题一会儿我们都会详细展开 这也是我们操作风险 高级技能化里面最重点的一块内容 是要重点掌握的 好 上下两个呢 大概的最先了解就可以了 一个叫Scenario Analysis 情景分析方法 好 这个顾名思义 给定一些宏观情景 然后呢 我来推导一下 这些情景发生了 会对我们的模型产生多少的损失 产生多少 多大的影响 另外还有一个呢 是混合方法 混合方法 它把前面这两种LDA 和情景分析 混合到一起 好 那么一个个来看 现在看LDA 这个Loss Distribution Approach 要构造这个损失分布 首先呢 我得考虑到 收集大量的操作风险损失数据 那操作风险损失数据 前面我们已经在标准法里面 把银行的所有业务 分成了这么八个业务线了 那下面我们继续细分 我们要把操作风险的这些损失呢 再分成七类损失事件 7 categories of operational risk 操作风险的损失事件 好 这个在18年11月 在最近的一次考试里面 考了这七大类损失事件的区分 给你一个案例 问你 它属于哪类操作风险损失 这个会选 好 这个我们在一季里面 也给大家介绍过 现在再来更加详细的 给大家来过一遍 第一条 是关于客户 产品和业务流程的 好 它给得了很多example 这些例子是要掌握的 要知道这些例子呢 它是属于哪一类的 好 首先它第一个例子呢 是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一些机密信息 如果机密信息泄露了 好 这个是属于我们 这个 这一条里面的 好 下面是 违背了一些 违背了他的职责 breach 这个是违背的意思 违背了职责 还有money laundering 洗钱 好 这些典型的例子呢 都要记住了 它们是属于客户 产品和业务流程里面的 那其实它这个例子呢 并不完全 我们再补充几条 在第一个例子里面呢 它还包含什么 包含隐私的违背 breach of privacy 比如说客户隐私的泄露 客户隐私被违规使用 好 第二个是市场操纵 manipulation of market 好 这些英文单词相对的说比较简单 我们就直接用中文来写了 就是market manipulation 然后还有内幕交易 internal trading 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还有模型缺陷 我们后面讲的模型风险 其实也是归入到操作风险 这个类别里面的 模型的缺陷 叫做model flow 另外还有一些误用机密信息 这个机密信息在例子里面已经提到了 主要跟机密信息相关的 都是归入到这个里面的 好 这么几点 隐私的泄露 隐私的违背 市场操纵 内幕交易 模型的风险 好 这是第一类损失事件 然后第二类损失事件 internal fraud 内部欺诈 好 这个很容易理解 比如像出现了像尼克里森这样的人物 好 同样有一些例子要记住了 第一个 misreporting data 好 注意这里面 只要是内部欺诈都涉及到一个词 叫做故意 叫做intentedly intedly 是故意的 故意漏报 难报数据 好 insider trading 也有些内幕的交易 好 这个内幕交易呢 这个 基本上不会考 因为内幕交易 刚才我们说了 在第一条里面 它也有内幕交易 所以有的时候这些分类并不是非常非常的严格 好 他说一些著名的内部欺诈的案例呢 有巴黎银行 大和银行 爱尔兰联合银行 这些案例我们在一集里面都给大家介绍过 另外还有一些补充的 第二点里面 比如说有一些交易 故意的漏报 刚才提的是 miss reporting 再比如说一些 未被授权的交易 unauthorized trading 没有被授权的交易 这个在巴黎银行的例子里面会有 好 再比如说盗窃 stealing 还有伪造 伪造这个词叫forgery 这个叫做伪造 造一些假的票据什么的 好 比如说著名的广发银行罗伯章事件 也就是伪造 还有挪用公款 挪用公款这个单词比较少见 我们写一下 叫embezzlement 好 这个词叫做挪用公款 embezzlement 如果你看到了这个词 你要知道它属于内部欺诈 还有比如说贿赂 写在上面 bribe 还有走私 走私叫smuggle smuggling 这是走私 好 总之这些违法违规的事件 都是内部欺诈 好 这些词看到了认识 你要知道 它们都属于内部欺诈 bribe是贿赂 好 第三条 是exional fraud 外部欺诈 外部欺诈 这个比较简单 比如说第三方呢 他们没有遵守法规 misuse property 违规的使用一些财产 外部欺诈 比如说我们经常收到一些欺诈短信等等 这些都是外部欺诈 好 那外部欺诈里面 它举了一些例子 一个是robbery 抢劫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还有是computer hacking 这个黑客 注意黑客也是外部欺诈 它并不会归入到系统里面去 好 这个注意一下就好了 好 外部欺诈的案例 一般来说都比较好区分 除了这个computer hacking要注意一下 好 再下面第四条 是实体资产的损坏 那食物资产损坏很多都是跟自然灾害和人为制造的一些事情相关的 比如说他说tourist attack 恐怖袭击 earthquake fire 还有爆炸等等 这个也比较容易区分 就不说了 下面第五条 第五条呢 是常考的一点 execution 指的是执行 delivery 交割 process 流程 所有跟流程相关的 执行 交割和流程 好 所有的误操作 基本上都会分配到这个里面 好 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叫做故意的 故意的基本上都是内部欺诈 如果不是故意的 那基本上都是分到这个第五条里面的 好 比如说 failure to correctly process 好 把这些交易是没有准确的录入 但是呢 这些不是故意的 是不小心造成的 这些都是归入到我们第五条里面的 好 另外 比如说和交易对手 没有维护好跟交易对手的关系 好 这个也是归入到这里面 其他的 比如说后面我们会讲到 一些外包 把自己的一些业务 外包给其他机构 让他们去做 好 那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 那当然也和我们的执行和流程相关 所以也是归入到这个里面 好 再比如说像一些Data Entry Error 输入数据 少输入一个小数点 多输入一个零 好 这些肯定大家都会有这样类似的事情 这些都是流程的问题 好 另外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法律文档 等等 好 这是第五条 第五条是常考的一点 然后第六条 Business Disruption和System Filling 系统产生的问题 好 包括硬件和软件的问题 还有一些设备的Outreach 设备了一些过度使用 设备的老化等等 好 这条也比较容易理解 最后一条 第七条 是跟员工相关的 和你的雇佣行为相关 以及Workplace Safety 和你的工作场所相关 工作场所安全 好 包括员工的Healthy和City 比如说一个人产生 不要心产生工伤了 这个公司要赔 好 这个也是操作风险 归入到第七类 再比如说 工人对薪酬不满 产生游行 这个Worker Compensation 工人的薪酬问题 产生的风险 还有像违背一些健康的要求 等等 比如说像那些 常常报社的那些新闻 幼儿园 卖一些过期的食物等等 这些都属于操作风险的问题 都是归入到我们第七条里面 好了 关于这七条呢 是要会分类 要会把操作风险产生的 这些原因分到我们这七大类里面去 好 那么现在呢 有了八个业务条件 和七类损失事件 我们就可以列这么一张表了 好 一共八个业务条件 一二 一直到第八个 七类损失事件 第一个 第二个 一直到第七个 所以我每收集到一个操作风险的数据呢 就把它分配到这个八乘七的矩阵里面去 好 比如说我的公司业务条件 Coprate Finance 公司业务条件 发生了一个 比如说 Internal 内部欺诈 发生了一个内部欺诈事件 于是我把这个事件 记入到这个格子里面去 再比如说 我的零售业务条件 然后呢 工作场所安全 发生了一个问题 于是把这个数据 记入到 所对应的格子里面去 在这七八 五十六个格子里面 去收集相应的操作风险损失数据 这是我们高级计量法的一个基础 好 那收集这些数据 我们后面就开始看如何去做高级计量法了 在讲高级计量法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几个例子 这些例子都相对比较简单 第一题 以下哪些属于操作风险 A选项 一个银行呢 Report Loss 是由于什么呢 由于Stock Market Decline 由于股票市场的下跌 好 这个是市场风险 B选项 这家银行呢 被卷入了一个 High Profile Lawsuit 被卷入了一场法律诉讼里面去了 好 是由于什么呢 由于Improper Selling Practice 好 违规的卖了一些产品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 美国幸福银行的案例 保洁做了一些很复杂的衍生品 然后卖给了 这家 是幸福银行做了一些很复杂的衍生品 卖给了保洁 然后导致保洁发生肯杂的亏损 最后保洁就把他们告上法庭了 就是讲这件事 所以这件事情跟法律相关 属于操作风险 C选项 当时一个银行呢 Report Loss 1.5 命令 由于什么呢 由于Interest Rate市场风险 然后D选项 US Investor 产生了损失 是由于什么呢 由于日元升值 所以也是市场风险 好 这种题目相对比较基础 来看第二个 以下哪个不是操作风险 Except 好 这道题目呢 就类似于真题了 这个选项都很长 A选项 他说一个individual 一个人呢 show up at a branch brunch 这个指的是一个支行 银行的支行 叫brunch 然后他拿了一个check check是支票 这些专业名词要认识 这个check不是检查 这是支票的意思 这个支票的金额呢 是什么 substantially exceeding 他的amount balance 远远超过了 他的这个额度 然后当这个银行 来找这个人的时候呢 结果发现这个人是 disconnected 联系不到了 好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呀 外部欺诈 一个典型的操作风险事件 好 如果你去归类 你可以归入到外部欺诈里面去 然后第二个 选项 他说一个银行呢 是loan pool的trustee 收到了这些资金 projected fund 然后这些资金呢 是delayed payment of certain loans 这些资金 是低于他应该所收回的那些金额 是由于什么呢 由于delayed payment 这是什么呀 这是信用风险 年期支付造成的信用风险 这个不是操作风险 往c院想 在一个adverse market movement 在市场大幅下跌的这么一个过程中 一个反向变动的过程中 好 这个是一个市场风险 但是要把题目读完 题目后面说什么呢 computer network system overwhelm 这个过度负荷了 好 这件事情也是真实发生的 当时在2015年股票停贴熔断那几天 股灾的时候 这个招商证券就有段时间 由于大量的卖单造成了这个投资者 当时是登陆不了股票账户了 好 这个就是他的系统产生了这个负荷 超负荷 结果后来很多这个交易者都把招商证券 也是告上法院 结果最后这件事情也是不了了之了 好 这是一个典型的操作风险事件 由市场风险引发的操作风险 因为它跟系统相关 好 后面的这些词呢 这些句子大家去看一看就行了 主要是由于系统造成的崩溃 然后递选项 一个loan officer inaccurately answer client financial information 把这些信息呢输入错误了 这些信息是干嘛的呢 是构建信用风险模型的 好 不管构建什么模型 只要你信息输入错误 这个就是操作风险 如果它是故意输错 那是内部欺诈 如果是非故意输错 那个是流程问题 所以也是操作风险事件 好 那下面我们来进入一个重点的章节 LDA Lost Distribution Approach 好 它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级系统法 Advanced Merriment Approach 其中的一个具体的操作 一个具体的 一个做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Lost Distribution Approach 它讲的是什么 他说首先呢 我们要假设 这些业务线 这些业务单元 这些unit呢 都是Independent Identically Distributed 这个词我们见过很多次了 什么呀 独立同分布 IID 首先先简单一点 假设独立同分布 那么在独立同分布的情况下 我们要构建一个Lost Distribution 要构建一个损失分布 具体如何去做 这里有一张图 这张图 很明确的表达了 我们这个LDA方法 它是怎样去构造的 我们从下面往上看 最底下是底层数据 底层数据 我们在上午第一节课 都给大家介绍过了 有Internal Data 有External Data 好 它这里用的词是Consultium Consultium 这个是一个平台 其实就是外部数据 还有什么情景 Cenario Analysis 就是我们早晨讲过的 那三大类数据 把这些基础数据输入了之后 好 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过 把它要分成七八 五十六个格子里面去 按照八个业务条线 七类损失事件 来进行一个分配 分到每个不同的格子里面去 我们要分析 在每个小格子里面 比如说公司业务条线 内部欺诈事件 在这个格子里面 我们收集到了很多的操作风险损失数据了 那么这些损失数据呢 我要把它分成两个角度去建模 首先第一个角度是Frequency 看看损失发生的频率是多少 另外第二个角度是Severity 损失发生的严重性程度 早晨再讲操作风险 一上来 我们就说要把操作风险分成高频低损和低频高损成两大类 好 进行频率和严重性程度的区分 好 那频率它服从什么分布 损失的严重性又服从什么分布 那么我们选择不同的数学模型 对我们产生的结果当然也是不一样的 好 那有了Frequency 有了Severity 我们要想办法 把这两个分布整合成一个分布 好 这个过程呢 叫做Convolution Convolution 叫做卷积 中文名叫做卷积 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办法 把Frequency和Severity 整合成一个分布 好 那这个里面呢 就涉及到很多数学的一些技术知识 那有了这个技术 我们把这七八五十六格子里面 每一个小格子 好 我都可以得到一个损失分布了 这样一共有五十六个分布 好 那下一步干嘛呀 把这五十六个格子 五十六个分布都做一个加总 好 然后到了最上面 叫做Aggregate Distribution 把这五十六个相加 那相加当然不是简单的直接相加 我要考虑到这些资产之间 不同业务部门之间 他们的一个相关性 好 所以最后相加完了之后 我们终于得到了这个Loss Distribution 得到了这么一个损失分布图 那有了损失分布图 我就可以去计算 它的均值是多少 均值对应我们的预期损失 好 我们可以去计算 它的挖值是多少 挖值就对应着我们的极端损失 好 那均值和挖值之间的差异 我们可以用资本金来进行覆盖 好 要有它的经济资本 Economic Capital 这个经济资本 就是我们在高级计量法下面所计算出来的资本要求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LDA方法 或者说AMA方法 它非常非常复杂 涉及到很多的细节 很多的步骤 每一个步骤里面都会产生各种问题 好 那下面我们就把这些步骤 一步步拆开来看 首先先来看底层数据 底层数据 我们在第一节课都讲到过了 这个研究人类的学家 他们都有一些研究 他说这个人的遗忘曲线 他们都研究出来了 说第一次遗忘大概是在半个小时以后 然后第二次遗忘大概是在两个小时以后 然后第三次大概是12个小时 然后24个小时 一周一个月等等 按照这样的一个曲线 人能记忆的东西是越来越少的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反复 早晨我们讲了 就是这些数据的问题 那现在再来给大家回忆一下 讲内部数据 内部数据最好用 但是呢怎么样 倾向于偏小 因为它都是一些 我们内部拿到的数据 这个内部能够拿到的数据 很少有一些极端的损失 所以一般来说都会偏小 然后我们说它的数据长度可能是不够的 如果两家银行合并会产生问题 是内部数据 然后又讲到外部数据 平台数据 好 外部数据 我们会讲到它的代表性 外部数据呢 如果我去做过滤 做一个相关性的过滤 是可以的 但是过滤之后会导致数据量更少 好 我们还讲到外部数据 它会怎么样 偏大 因为都是暴露出来的 于是呢 我们还得考虑情景分析 情景分析 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偏差 专家在提供情景的时候 根据当时的一些环境 根据当时的自己的心理活动 可能会产生很多的偏差 好 这些都是我们底层数据 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那假设现在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收集到了 好 那么我们要把这些数据进行一个分类 分到八个业务条线 七类损失事件里面去 好 那分类的时候呢 要分成frequency和severity 两个角度去看 那你说 为什么我不直接得到一个分布呢 直接我把这个分布得到 不是就好了吗 好 当然大家都想这样 但是操作风险跟市场风险不一样 市场风险每天的数据很多很多 我把这些数据拿过来之后 就可以得到分布 但是操作风险呢 它并不是每天都有的 所以我得分两个步骤来考虑 首先第一步 我要看它是否发生 因为它不是每天都发生的 所以研究一件事情是否发生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人研究的 是频率的分布了 frequency distribution 研究一件事情是否发生 好 常用的有哪些分布呢 这个我们在一级里面也介绍过 常用的 有以下这么几大类 第一类呢 是binomial distribution 二项分布 好 我泡一个硬币 这个硬币朝上的次数 它是研究次数的 研究频率的 第二个 波松分布 这个也是最常用的 好 波松分布 这里大家要注意 它是在研究 frequency distribution里面 最常用的一类分布 好 比如说一个路口通过几个人 我每天接到几个电话等等 这些都是服从波松分布的 如果你们一二级一起考的话 这个波松分布和二项分布 这里面要绘计算 这个是一级里面的重点 好的 二项分布和波松分布 它们两个有一个关系 什么关系呢 当N比较大 P又比较小的时候 我让lambda等于N乘以P 二项分布就趋向于波松分布 因为操作风险事件 它每件事情发生的概率 确实很小 我研究的数量呢 也比较多 所以这两个分布 通常是可以通用的 那关于波松分布呢 比如说 我们研究某件事情 它发生K次的概率是多少 这里有公式 lambdaK次方 除以K的阶层 E的负lambda 这个是一级的重点 二级里面知道 用波松分布来研究 损失频率就好了 而且里面极少会出现 波松分布的计算了 好了 那么有了 有了这些频率的分布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研究 操作风险事件 它如果发生了 发生的次数有几次 下面还有一个分布 叫做负的二项分布 negative binomial 这个也是研究次数的 这个大家大概了解一下 什么叫做负的二项分布 二项分布指的是 我做N次实验 然后呢 恰好成功K次的概率是多少 这个是二项分布 我们以前都学过 那什么叫负二项分布呢 我们把二项分布反过来来看 假设一件事情 它已经成功K次了 好 这个是我的已知条件了 我已经成功了K次之后 我要做几次实验 才能够达到这个 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 好 反过来考虑 这个叫做negative binomial 好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好 下面讲的东西不是重点 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比如说我扔了一个骰子 扔了一个六面体 然后一点朝上的概率 这个我们都知道 都是六分之一 好 这个是一点朝上的概率 那其他朝上的概率呢 就是六分之五 这个我们都很熟悉了 好 现在假设 我扔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总之 我的结果呢 就是四次一点朝上 好 我就出现了四次一点朝上的 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问你 我扔了几次 我扔了几次呢 好 有可能我扔了四次 就出现了四次正面全都朝上 四次一点全都朝上 好 那么它的概率 六分之一的四次方 有可能呢 我扔了五次之后 出现了四次朝上 好 注意 这个四次朝上 它指的是 出现了第四次以后 我的实验就停止了 也就是说 我扔了五次 什么意思呢 这五次里面 其中前面四次 我扔了五次 在这五次里面呢 其中前面四次里面 有三次是一点朝上的 好 这个是六分之一的三次方 六分之五 好 这个指的是前面四次 其中有三次 一点朝上 然后 而且 第五次 出现了一点朝上 再乘个六分之一 好 后面还可以继续写 如果我扔了六次 什么意思呢 六次里面 前面五次里面 有三次 一点朝上 然后六分之一的三次方 剩下两次 是六分之五的平方 好 而且 第六次 一点朝上 再乘个六分之一 好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好 所以他如果用数学表达式 写出来的话 是这样写的 是C N-E K-E P的K四方 1-P的 N-K四方 好 这个是负二项分布 它的数学表达式 那二项分布是什么呀 CNK P的K四方 1-P的 N-K四方 好 这个是二项分布 这个是负二项分布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 这些都不会是我们二级考试的重点 总之 这个负二项分布 讲的就是一个 关于次数的 你能把它选出来就可以了 这里面最重点的是波数分布 好 那我们来看 研究的损失频率之后 我们来看这个频率 frequency 它是 abnormally low 频率的发声呢 其实是很低的 我们仅用内部数据 有的时候呢 是没有办法来完成这个分布估计的 于是我们还要考虑到 external data 包括平台数据 consulting 这个就是平台 还有呢 一些情景数据 好 这个是指的是一些补充 好 所以用内部数据 内部数据呢 它的出现一般来说 都是高频低损位的事件 但是我仅仅考虑内部数据 它不足够 好 下面是一家银行里面 它做这个频率分布 它的一个真实的系统的一个图形 它收集了损失数据之后 然后把这些数据呢 都输入到这个操作风险 管理系统里面去 然后看横轴 横轴就是损失发生的次数 包括零次一次 一直到二十次以上 等等 好 那 嗯 比如说每天发生了这么多次损失 它所对应的概率是多少 好 纵轴表示的是概率 它得到了这样一个分布图 得到了这个分布图以后 它假设 这个损失的频率呢 是服从波松分布的 于是 它就去估计 好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波松分布 去估计谁啊 去估计这个λ参数是多少 当λ等于几的时候 可以最好的 你和我们的这个损失分布的曲线 好 我就把这个λ 比如说λ等于2.3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λ 作为我们模型的一个输入项 好 它是这样的方法 来估计λ的参数的 这是在实物操作里面怎么去做 好 关于损失的频率 重点掌握的是要 用波松分布来研究一件事情 是否发生 好 然后 研究完了频率之后 我们再去研究 如果损失发生了 那么 它的损失的金额是多少 好 Severity Distribution 损失的严重性 那损失的严重性 主要用到的分布 好 这些分布的名字 要认识 这个也是常考的 他问你 底下哪些分布 可以用来 模拟损失的严重性金额 好 那么这下面这四个 是可以选出来的 第一个LogNormal 这个用黑体标准的 这个是最常用的 LogNormal 我们都知道 它是一个 右边尾巴比较长的 这么一个分布 那么我们 如果把损失的金额 放在右边 就可以用LogNormal 来模拟 操作风险的损失金额 好 下面这几个词 认识一下就好了 一个叫 微波尔分布 下面这个叫 伽玛分布 还有一个叫 指数分布 Exponential 指数分布 微波尔 微波尔是人名 伽玛分布 这个是数学上 一个比较常见的 一个分布 知道名字就行了 好 这四个名字 它们共同代表了什么呢 代表了操作风险的 模拟损失金额的时候 我常用的一个 常用的一些方法 但是这些方法 大家一定要在旁边 记住了 它们模拟的都是 Thintail 模拟的都是一个 保尾的分布情况 也就是说 这些分布 它们的尾巴 尾巴的长短 跟正态分布 都是类似的 一些极端曲直的概率 是非常非常低的 但是现实生活中 极端损失发生的概率 会远远超过 这些保尾分布 这个Thintail 或者叫Lighttail 不管用哪个词 都是表示保尾 所以仅仅用 这四个分布 来评估操作风险的 极端损失 这个远远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还要考虑什么呢 还要考虑后尾分布的情况 Fattail 或者叫Heavytail 必须得考虑后尾分布 因为操作风险的极端损失 发生的概率 远远超过正态分布的 那后尾分布有哪些呢 好 这里同样记一下 一个叫帕磊托分布 Paretal Distribution 还有一个叫做 广义的General Paretal Distribution 好 这两种分布 一个叫Paretal 第二个叫General Paretal Distribution 简称GPD 那这两类分布呢 我们会在后面 专门有一个章节 叫Extreme Value Theory 叫极致理论 来给大家详细的分析 好 在这里先记住一下 我们仅仅用讲义上 写的这四个分布 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要考虑到后尾分布 好 关于这些后尾分布 是什么 一会儿我们再说 好 接着来看下面 我们来 我们来看 他说这些内部数据 Internal Data Set 通常会倾向于 Low Severity Loss 好 因为内部损失 我能够拿到的数据呢 损失金额一般来说都很低 好 所以 对于内部数据来说 这四类 基本上是 可以模拟的 我拿来内部数据 我就可以用 Log Normal 指标审来进行拟合 估计Log Normal 指标审里面的 一些相关的参数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我考虑了 外部数据以后 如果我们考虑了 这些Low Frequency High Severity的这些Loss之后 那么仅仅用 这四个分布就不够了 必须还要考虑到我们的这些极致理论 所以他说如果我们只考虑这些 我们加入了这些Low Frequency High Severity之后呢 这些他会 Operational Risk Capital会 Too Low 会太低了 好 因为会低估风险 好 他下面呢 把我们刚才讲的七类损失事件 大致的做了一个分类 这两页大家稍微做下了解就好了 我们简单来过一下 他说关于Execution Delivery和Process 银行的内部流程 好 大家想想内部流程 我们讲的比如说数据输入错误了 比如说这个数据漏爆了等等 好 这些呢 是高频低损类的事件 对于银行来说 所以它是Very Frequently 对应的是一些高频低损类的事件 而下面他说跟客户产品相关的 好 如果出现了这种事情呢 一般来说都是什么呢 都是Low Frequency High Severity 好 这些都涉及到一些法律诉讼了 所以这个银行一般来说都很高 但是频率比较低 好 再下面 他说工作场所安全 工作场所安全的问题 他说在美国和欧洲亚洲这些地区相比 他说这些亚洲啊 欧洲这些国家都是很落后的 是Old Fashion的 这个因为教材是美国人编的 所以他就说这个欧洲是很落后的 所以他说针对于这些员工呢 要有一个更多的一个立法 Culture of litigation 这个大概看一下就行了 下面Internal Fraud Internal Fraud同样是Low Frequency High Severity 比如说像尼克里森 这种事件频率很低的 但是损失严重性很高 当然这个都不是绝对的 都是一个大概的分类 然后下面是跟系统相关的 跟系统相关的 他说这些事情呢 是Difficult Spot 他说很难去找这件事情是在哪里发生的 因为很多机构 很多业务线都是要用系统的 那你很难去预防 而且呢这些数据也比较少 Least number of events 发生频率也不高 然后外部欺诈 外部欺诈通常出现在什么呢 他说通常出现在retail 零售业务 跟个人相关的 跟零售相关的 经常会出现外部欺诈 比如说我们去年2018年 这个P2P倒闭了很多 跑路了很多 P2P就是给这些个人 做一些高 高息贷款的 这些平台吸引了一些存款之后呢 都跑路了 所以跟零售相关的 很多的有外部欺诈 当时有个很有名的 一个P2P公司 叫莱财街 这家公司本来也不是特别有名 但是他的一个公告 是非常火 他跑路了以后 在自己公司的网站上 发布了一篇公告 说 我 我们都带着 一亿现金 已经跑路了 我们的身份证号是什么什么 你随便去告 反正我们资产都已经转移了 家人都已经在美国了 然后呢 你们这些投资者都太贪婪了 太愚蠢了 我是上帝派来惩罚你们的 这个都很奇葩的一个公司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这个网站上都有 好 当然后来也有人说 这个是那些投资者太生气了 把他的网站给黑了 也有可能 不管怎么说呢 这个总之 这种业务风险 像来说都是很大的 经常会出现外部欺诈的事件 好 再下面 这个是实体资产的损坏 好 他说这些 这些东西呢 经常要用一些情景分析 来进行区分 好 这两页呢 不是重点 大家看一看就行了 都不是绝对的 好 下面 我们有了frequency 有了severity 这个讲义 先往后翻解 关于这个severity 先翻到37 这个跟刚才 severity 应该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是损失的 严重性程度的分布 也是在银行里面的 一个系统模拟 好 关于损失的严重性 我们要关注到一点 它这里有一条绿色的线 这条线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分段 它对于 high frequency low severity的分布 它是用一类模型 来进行模拟的 比如说 我用log normal 或者说 我用微博尔函数 来模拟 但是对于 low frequency high severity 我就要用一些 极致理论 EVT 用一些极致理论的模型 来模拟这些 极端的尾巴的分布了 好 因为如果你这个时候 再用log normal 去模拟的话 这个概率非常非常低 你是模拟不出来 真实情况的 所以这个里面 重点要记住的 一个叫做分段 叫做peacewise 这个以前的有一年 也曾经考过 叫做peacewise 进行分段处理 对高频低损害 和低频高损害 用不同的模型 来进行模拟 所以你仔细去看一下 我们画的这张分布图 它是一个中段 这里有断点的 好 那银行里面 我把操作问题 损成数据 比如说我告诉系统 左边这一段 用log normal 右边这一段 用帕里说分布 好 那么它就会分段 模拟出这么两个结果来 好 这银行里面 做操作风险管理 的一个具体实物的操作 了解一下 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在计量操作风险的时候 回到最前面这张图 底层的数据 我们都说了 有各种问题 好 假设这些数据问题 全解决了 我们按照frequency 和theority 来进行区分 那每个小格子里面 它都有一些特征 好 刚才也都总结了 比如说 每个业务条件 每类损失事件 它是高频低损 它是低频高损 它都有一个大概的特征 那分配完了之后 下面一步 我们要做convolution 要做卷积 把frequency 和severity 做一个整合 那如何整合呢 我们通过一个 简单的例子 来进行整合 好 这里面是涉及到 我们今天建议的 第一个计算体 这个是要会计算的 操作风险里面 计算的凤毛临角 只要碰到了 全部都是重点 好 这个计算呢 其实本身并不难 这个我们在一级里面 也都见到过 我们重点是要掌握 它的一个基本的理念 比如说 现在有家银行 它收集了 收集到了操作风险 损失的数据 好 发生的频率 是左边这两列 frequency distribution 它是一个离散型的分布 发生零次损失 一次损失和两次损失 所对应的概率 分别是0.6 0.3和0.1 好 右边这两列呢 是severity distribution 是损失的金额 如果发生损失 损失了1000块 概率是50% 损失是1万块 概率是0.3 损失发生10万块 概率是0.2 好 先把这个分布看清楚了 两个都是离散型的 然后呢 它假设这两个分布 是相互独立的 是independent 假设frequency和severity 相互独立 简单一点 现在它让你计算 操作风险的资本金 要求是多少 好 它让你计算 operational risk capital 是多少 那operational risk capital 不管是什么分布 什么模型 我们都要分两步 首先计算挖值是多少 给定百分之 比如说 给定百分之95 或者99的知心水平 我要计算挖值是多少 计算完挖值 然后呢 减去预期损失 减去预期损失的部分 我们叫做操作风险的资本 这个不管在任何一个模型里面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好 所以现在 两个步骤 第一步计算挖值 第二步计算预期损失 那挖值怎么算呢 我得知道 这个损失 它的分布是什么 好 我再去分析一下 有可能我这家银行 这一年里面 没有经历损失 零次 那经历了零次损失的话 那损失金额当然就是零 如果我经历了一次损失 好 经历了一次损失 有可能有这么三种情况了 有可能损失是一千块 有可能一万块 有可能十万块 好 还有呢 我这家银行可能会遭受两次损失 那两次损失 这个就会复杂一点 两次损失金额 可能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第一次我损失了一千块 第二次我还是损失一千块 或者说 我第一次损失了一千块 第二次损失了十万块 等等 有很多很多个组合 好 所以我得把这家银行 可能会面临到的所有情况 全部都列出来 好 其实呢 这就是一个数学题了 把所有的这些损失 做一个列举 好 这个过程 就叫做convolution 好 刚才我们说了 中文名叫做卷积 我们把损 我们要计算蜡值 得得到损失分布 要得到损失分布 好 回忆一下我们 讲过的内容 要得到lost distribution 横轴是我的损失金额 损失的金额 纵轴是我的损失的概率 或者说频率 frequency 我得把损失的金额 和损失的概率都找到 好 于是呢 我列这么一张表 如果我发生零次损失 好 左边第一列 发生了零次损失 发生零次损失 那损失的金额 loss当然就是零了 total loss这一列 就是零 那它发生的概率是多少呢 就是发生零次损失的概率 零点六 好 如果发生了一次损失 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损失一次 损失了1000块 好 由于frequency和severity 相互独立 所以可以直接相乘 发生一次损失的概率是0.3 发生一次损失 而且这次损失的金额 是1000块的概率 是0.5 好 所以两个乘起来就行了 这个0.15是0.3乘以0.5 算出来的 好 那一样的道理 发生一次损失的概率 0.3 这次损失的金额呢 是1万块 1万块的概率是0.3 所以0.3乘0.3 那一样道理 第三个是0.3乘以0.2 好 分别对应的概率 放在最右边这一列 然后再来看 如果发生两次损失 这样就有可能 有以下这么 八种情况了 好 因为两次损失的金额 可能是不一样的 还要考虑他们之间的顺序 好 我把所有的这些东西呢 都列出来 两次损失金额 第一次1000块 第二次1000块 好 那么我的总损失金额 加起来2000块 它对应的概率是多少呢 好 首先我得发生两次损失 概率是0.1 所以0.1 然后呢 这两次损失金额都是1000块 好 概率是0.5 发生了两次 所以乘以0.5 再乘以0.5 算出来是0.025 好 那一样道理 第一次损失1000块 第二次损失1万块 同样在表格里面去找 发生两次损失的概率是0.1 1000块的概率是0.5 1万块的概率是0.3 所以0.1乘0.5 再乘0.3 算是0.015 以此类推 我们把所有可能的这些 全部都组合起来 列出这样一张表 好 列完这张表之后 下面一步 合并同类的 如果损失金额是一样的 我把它的概率 合并到一起 好 这里面我们都用颜色 做了一个区分 好 现在看 损失金额 11万的 1万加10万和10万加1万 考虑顺序 有两个 所以呢 我们得把这两个概率 给它做一个合并 那一样道理 损失金额是10万 0 1000的 好 这两个我给它合并 合并的是概率 可不是金额 好 然后灰色的这两个 损失金额都是 11000块的 也做一个合并 好 合并同类之后 我们可以得到下面这张表 下面这张表呢 它做了两个工作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合并 把金额相同的合并 概率加起来 然后第二个工作 排序 把这些损失金额呢 从小到大也好 从大到小也好 都做了一个排序 好 所以我们看 损失金额是0 对应的概率0.6 是第一行 然后第二个 大的损失呢 是1000块 好 假设发生了一次损失 损失了1000块 然后总之呢 我把这个数字 从小到大 做一个排序 然后它所对应的概率 对过来 然后最右边这一例呢 是commonative probability 累计的概率 好 这样的话 我就得到了 在这个例子里面 它的损失分布图了 好 我们把它画到 这个频率 和损失金额图形里面 损失金额是0 它所对应的概率是0.6 好 高度是0.6 损失金额是1000 它所对应的概率是 是15% 好 等等 我们可以把这个 柱形图都画出来 把这个损失分布画出来 有了损失分布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计算挖值了 回顾一下 我们计算挖值 怎么算呢 比如说 它给定的是95%的概率水平 或者置金水平 那挖值是谁啊 从上往下累积 看看什么时候 累积超过了95% 好 在这里 0.964 超过95%了 也就是说 我们的挖值 算出来 是这里的10万块 我有95%的把握 损失 不会超过这个值 或者反过来 只有5%的可能 损失会超过10万块 是根据我们一级里面 学过的挖值的定义 所以挖值是10万块 有了挖值之后 我们就可以计算 它的经济资本了 操作风险资本金要求 等于挖值减去预期损失 好 挖值现在有了 那我们再来看 预期损失怎么去算 预期损失是什么呀 我们所有这些损失的期望 就是预期损失 所以呢怎么算呀 loss和probability 分别相乘相架 把每一行 这两个数字 分别相乘相架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计算量是非常大的 算完之后 等于11750 那么我用挖值 减去预期损失之后 得到了8250 这个是我们的操作风险 资本要求 叫做economic capital 或者叫做 operational risk capital 好 这类题目呢 是必须要会算的 考试的时候 最多就考到这种情况 两种损失 两个损失 对如果要准确的算 还得用线性差值 一般来说 它是就不用差值了 一般来说 在二级里面 它就体现了 刚前面我们也说过 就是审慎性 体现审慎性 我有96.4%的概率 已经超过了95 所以我就认为是10万块钱 一般来说 在二级是不用 线性差值的 除非题目 它会 如果要差值 它会告诉你 好 那关于这道题目 如果考试的时候 考到了怎么办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三分钟 根本算不完 计算量非常非常大 一定要注意技巧 好 在算这些概率的时候 我们养成习惯 从大到小算 先算 从下往上算 好 这个是给大家提 提供的一个建议 我把损失大的 这些算出来 上面这些损失小的 你算半天 其实都没有用 你要看的 就是这个分位数 96.4% 对应的分位数 对应是多少 刚才我们讲的是 从上往下累积 你从下往上累积 也一样 你看看 什么时候概率 累积超过5% 所对应的数字 就是挖值 好 最底下 0.004 0.012 这三个加起来 都不到5% 加到 倒数第四个 0.06 超过5% 所以挖值 也是10万块 一样的 所以从下往上算 首先我们可以 减少一些 这个计算量 好 那减少计算量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 排序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最大的金额 是两个损失 10万块 这个毫无疑问 然后第二大 一个10万 一个1万 然后第三个 一个10万 一个1000 再下一个是10万 这个排序 你自己要清楚 这个10万呢 其实它是一次损失 所对应的 我发生了一次损失 且损失的金额是10万块 它是发生了一次损失 所对应的 而上面 刚才我们这数字 在上面 2万 这个2万什么 两次1万块 好 所以并不是说发生 两次损失的金额就 更大 你要自己会去排序 好 这样的话 你只需要计算 在这个例子里面 只需要计算 下面4个 就可以累积到5%了 就够了 那你又问我了 这个expective loss怎么办 你前面 不是都要形成相加吗 别忘了 这个一级里面 我们讲过 独立 独立什么意思呀 frequency和severity 我计算期望之后 是可以相成的 直接相成 e x乘外 就等于 ex乘意 在独立的情况下 这个是可以算的 好 那你在这张表里面 就必须算了 0.6乘0 0.3乘1 0.1乘12 加起来 0.5 0.5乘以前 0.3乘1万 0.2乘10万 乘出来 23500 0.5乘以 23500 就是那个 预期损失 好 所以根本不用 把所有的这些数字 全都算出来 考试的时候 注意技巧就好了 好了 这道题目 我们说到这 这个过程 叫做convolution 这个是自然界里面 最简单的convolution 我们假设都是 离散型分布 我们假设都是独立的 自然界中 这种情况 几乎不存在 frequency和severity 有可能是联系到一起的 比如说 这段时间 有一个人想要跳槽了 想要离职了 然后呢 他故意去做一些 违背公司利益的事情 好 每天都发生 发生的频率很高 而且损失的金额也很大 所以频率和严重性之间 有可能会有一些相关性的 那么考虑相关性 这个convolution就更加复杂了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 这个工商银行 它做的那个模型 该有多么的复杂 它不可能假设 这些业务条件之间 相互独立 好 关于convolution 有了convolution之后 再回到我们 这个七八五十六格子 convolution 我们只是把frequency和severity 整合到了一个小的分布里面 好 现在我在五十六格子里面 都要得到这个小分布 然后下一步 把这五十六个小的distribution 做一个加总 叫做aggregation 那aggregation 现在看下一页 aggregate loss distribution 这又是下面一个步骤了 在做加总的时候呢 要考虑到这些业务之间的dependence structure 和他们之间的相关性 具体怎么考虑呢 这个就不是我们考试要关注的内容了 你只要知道就好了 如果这些相关性是线性的 好 这个我们用相关系数 correlation就可以了 如果这些业务条线之间 不同损失事件之间 他们的相关性呢 是非线性的 用copy的函数 好 总之都是很复杂的 好 那直接相加 它基于一个假设 叫做perfectly dependent 都是完全正相关 完全正相关才能直接相加 否则都会有什么呢 都会有diversification benefit 这个我们在一级里面 其实也都见到过 好 这是把损失分布 做一个加总 好 那整体的LDA方法 我们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这个LDA方法呢 它简单总结一下 就是通过我们研究操作风险 得到一个loss 得到它的损失是多少 得到这个损失之后 我计算挖值 好 这是它的一个最基本的 整体的思路 通过风险来研究挖值 但是只不过 在计算这个挖值的过程中 我们要关注很多很多 定性的事情 要关注到很多的细节 那 在做这个convolution 还要做风险加总的时候呢 很多银行也会用到 Montal-Carlo-Money 这个在 在讲义上也都 在我们原版书上也都有 我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刚才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个例子呢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是要用Montal-Carlo-Money 来把frequency和severity 整合到一起的 来做这个convolution的 具体如何来做呢 比如说 这个frequency 假设它服从波松分布 好 那么我们要生成一个 服从波松分布的随机数 这个我们在一级里面讲过 一个方法 叫做反函数法 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们可以生成一个随机数 假设 我通过模拟 生成一个随机数 二 好 什么意思呢 我在这一天里面 操作风险事件会发生两次 好 这是我生成的一个随机数 生成了这个随机数之后呢 我再去模拟 这两次损失 它的severity是多少 叫做损失的严重性是多少 那损失的严重性程度 我 比如说它服从lognormal distribution 那服从lognormal distribution 同样我也可以用一些相应的方法 来生成 在lognormal distribution下面 我的第一次损失 它的金额对应的是多少呢 好 比如说 我随便生了一个随机数 这个随机数 对应过来 这个金额是一千块 好 那么我们就把一千块 作为第一个损失的金额 损失的严重性 然后我再去模拟第二个损失 第二个损失 假设 它还是服从lognormal 结果模拟出来 损失是十块钱 好 于是 我就把这两次损失的数字 记录到我们的数据里面去 记录到数据库 然后干嘛呢 模拟成千上万次 来得到一个整体的损失分布图 那总之 这个方法呢 是非常复杂的一种方法 那在这种方法里面 之前曾经考虑到过一道题目 他说 一家银行呢 用montcal money 来计算 这个操作风险的极端损失 计算 这个损失的金额是多少 然后他模拟了一个severity 模拟了一个severity呢 他分别用了三种分布 来进行模拟的 第一种分布 是lognormal distribution 第二种分布 他用的是 广义帕里托分布 还有一个呢 他用的是叫做empirical empirical 这叫经验分布 他用这三种分布 分别模拟了三个 严重性程度的随机数 然后呢 计算出来的95% 置信水平的挖值 分别对应 随便我写几个数字 一个是1 一个是100 一个是20 然后让你去选择 它们分别是由 哪个分布 所计算出来的 好 那想一想 这是什么 广义帕里托分布 它是一个后尾的 那后尾分布 我模拟出来的挖值 损失值肯定怎么样呀 是不是比较大呀 所以它肯定是最大的这个 然后empirical distribution 这个用的都是 自己的内部数据 经验数据 银行自己的内部经验 内部经验 一般来说都是最小的 它是和最小的那个 去连起来 而log normal 这是一般的参数 这个是中间的 好像考的题目 都是很灵活的 我们讲课讲了很多 但是不可能把所有的 这些考点全部都覆盖到 二级考试 它难就难在 这个你不知道 它要考什么 这个出题的人呢 都是通过发明考试的人 这个大家考完以后 其实也都可以去出题 在你的日常工作中 碰到了一个问题 碰到了一个困难 然后你就出一个选择题 报给GAP协会 然后呢 如果你的题目被录用了 它会给你150美金 还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这些 你这些题目呢 是完全没有办法去预测的 近几年考的也是越来越灵活 一定要自己会去分析判断 他说他考的是 Convolution 考的是Montolomani 实际上呢 考的是里面这些具体 这些挖植的一些相关性的内容 又跟我们那些市场风险相关联的 好了 那关于整个的LDA方法 我们先告一段落 下面 来看第二种方法 Scenario Analysis Approach 情景分析 这个情景分析方法呢 它基本上是 大部分情况下是一个定性的 当然也会有一些定量的分析 但是主要的这些情景 都是专家拍脑袋定出来的 我们来看 Scenario Analysis 他说专门研究什么呢 研究Factile Events 专门研究尾部损失的 研究极端损失的 研究极端损失的 极端损失的数据 一般来说是比较少的 但是如果我用情景分析 他说可以提供比较足够的数据 提供比较多的数据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讲操作风险的 这些极端损失 这肯定是很少的 但是如果我假设一个情景 我构造一个模型 我把这个情景 输入到模型里面去 它就会产生一个 极端损失的结果 我换一个情景 输入到模型里面 又会产生一个结果 它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 所以他说 可以产生很多的 大量的一些数据 来进行分析 这个了解也很好了 那下面来看 下面两段呢 一段讲的是情景分析的优点 一段讲的是缺点 这个优缺点是经常会出在题目里面 就是优点什么呢 考虑到了未来 考虑到了前瞻性 因为如果你的情景设置 是比较有前瞻性的话 那么你的预测结果 都是可以预测未来的 而跟它相对比 后面这句话 跟它相对比 它说LDA方法呢 只关注过去 因为我收集到的 都是过去的历史数据 是很难去预测未来的 所以很多情况下 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一起用 好 下面一段是缺点 好 缺点 刚才我们也提到过了 highly subjective 非常的主观 然后这些情景呢 是由a field data point 来决定的 比如说我设置一个宏观情景 这个宏观情景 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宏观指标 全部都囊括进来 我只能包含一些有代表性的 比如说像GDP CPI等等 那有这些代表性的指标 他说那么数据就比较少 而且这些宏观情景之间呢 他们也是有相互之间的关联关系的 所以要考虑到一些compact technique 要考虑到一些非常复杂的技术 来把这些情景做一个整合 比如说我假设 GDP从6%下跌到4%了 那这个时候 CPI它不是独立变动的 它也会随着你这个GDP的变动 而发生变动 你要考虑到这些情景之间的相互关联 所以这个里面呢 又涉及到一些很复杂的模型了 这是它的缺点 好 关于情景分析之一 相对说并不能掌握一下 它的优缺点就好了 好那下面呢 是把LDA方法和情景分析的方法 做一个混合 叫Hybrid Approach 混合方法 那混合方法 它首先做了一个解释 它说要stitching together 这个stitch指的是缝合的意思 好这里面就是把它理解成组合到一起 这种方法一起来使用 那两种方法呢 一个是LDA 一个是scenario 前面两个我们介绍过来 好 它举了一个例子 它说我们可以用LDA方法呢 来模拟 left of the distribution 也就是模拟那些相对比较小的损失 high frequency low severity的那些事件 还有预期损失 expected loss 好这两个呢 它是用LDA方法来进行估计的 而right tail 一些极端的损失 和unexpected loss 非预期损失 这两个用什么呢 用情景分析 scenario analysis 好这个只是它的一个建议而已 也并不是严格成立 好最后一句话 它说在混合方法里面 所有刚才我们提到的优缺点 都是同时存在的 它也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法 它同样也面临着主关性 也面临着数量不够等等 很多很多的问题 好我们高级计量法里面的三大类 LDA scenario和hybrid 这三大类方法 简单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最后还剩下一个 关于数据处理的问题 这个 又回到了我们最早 在讲LDA方法 它所面临的这些底层数据 前面我们讲到过 会把这些数据呢 分配到这个 56个格子里面去 那在分配这些数据的时候 每个数据 我给它多少的权重 这个也是要考虑的一件事情 一般来说 都是一个equal weight 但是呢 有以下这么三种情况 我们的权重呢 并不是相等的 第一种例外情况 叫做split loss 这个叫做把损失进行分割 因为我们说了 要把一个损失事件 分到八个业务线 七类损失事件里面去 但是有些事件 不能严格的进行区分 比如说 这个是公司 金融部门 和这个商业银行部门 两个部门一块做的一个业务 这笔贷款 这笔业务 发生了操作风险事件 那你说我分给谁呢 好 所以有的时候 我就把它分一个不同权重了 比如说 一个分30% 一个分70% 这个叫做split loss 也就把一个损失事件 分配到不同的业务条件 或者不同的损失事件里面去 指的是损失的分割 第二个 是old loss 一些过去 过去的一些损失 那过去的这些数据 对于我们预测未来 这个作用有限 所以距离现在越远的 我给它赋予的权重就越低 他说old loss 是一个lower weight 这个在很久以前呢 也考过一句话 这句话又是巴塞西的原文 在我们这里面又没有 他说了什么呢 我们如何分配这些过去的损失 从现在开始算 现在是零时刻 他说 在过去五年 过去五年里面 所有的损失数据 我都给你赋予100%的权重 从第五年到第25年之间 中间还有20年 这20年的数据呢 我每过一年 权重降低5% 第六年的数据 给它赋予95%的权重 第七年的数据 90%的权重 等等一直往下降 到第25年 零权重 这个是巴塞西里面规定的 我们如何给这些 老的损失数据 来定权重 就是这样的 好 之前在一道选项里面 他就把这件事情描述了一下 当然这句话是 这句话是对的 比如说 距离现在越近的 五年以内的100%权重 五年以后 每过一年降低5% 一直到零为止 不是 这个是数据的权重 比如说 我有100块钱的损失 是在第六年发生的 那这100块钱的损失 我只算95块钱 是这样去成的 好 然后第三个 是外部数据和情景数据 外部数据和情景数据 我拿过来 前面我们也说过了 不能直接去用 我要做一个过滤 那过滤 什么叫过滤 就是给它赋予一个 不同的权重 这个外部数据 我是可以拿来直接用的 那么就是100%权重 如果我认为 这个外部数据 相关性比较低 那给它赋予一个相对 比较低一点的权重 那赋予权重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有三个偏差 这三个偏差 在以前的一些定性题目里面 也都有 第一个偏差 叫scale bias 这个是规模偏差 这个就不用解释了 两个银行的规模不一样 第二个 叫tuncation bias 这个叫阶段偏差 也就是说 两家银行 这个预值不一样 早晨我们讲过的例子 有的是1000块钱以上 算操作方言损失 有的是1万块钱以上 算操作方言损失 于是我把外部数据 拿来直接用的时候呢 要根据我们这家银行的 阶段的这个数字呢 做一个调整 这是阶段的偏差 最后一个叫做 数据获取偏差 叫做data capture bias 数据获取偏差 这个指的是 我在获取外部数据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 损失数据大的 这个数据比较多 损失数据小的 相对来说比较少 这是外部数据 我们讲过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些损失金额 比较大的数据 我拿来直接用的时候呢 这个相对来说 会比较多一点点 它会造成我们银行 算操作风险损失会更大 那么我在用这些数据的时候呢 就要做一些调整 权重的调整了 好了 这关于数据的权重配置 一般来说 给这些大的数据 我们给它一个比较小的权重 这样的话 对于我的操作风险的计量 就会影响有限一点 好 那么后面还有 更于操作风险损失 因为损失金额 通常我们要处理一些 极端的尾部损失 一些极端的很大的数字 那处理这些数字呢 通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扰 好 有这么三个困扰 第一个呢 是估计的不稳定性 什么叫估计不稳定性呢 简单来说就是倍平均 他说 我观测了 这个他指 他都是一些实际的案例 他从这个ORX 操作风险的外部数据供应商 外部数据供应商 这个里面拿到一些数据 他说 100个损失数据呢 这个sample mean 是162750 那如果我加入了一个千年一遇的损失 那么他的这个均值呢 直接增加了64% 所以对均值的估计是非常不稳定的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倍平均 比如说这个报纸上报道 说这个中国股民的平均损失是一万块钱 好 大多数人都损失了一两千 结果有一个人损失了一个亿 那么这一个亿的损失就会把大家的平均数直接提升 好 所以这个是损失对均值的一个不稳定性 然后第二个是求和的这个不稳定性 它叫做dominance of sun 比如说求和的时候 一些极端损失 它的主导性太大了 他同样从这个ORX系统里面找到6500多个数据 然后他说 排名前十大的这些极端损失呢 占了整体损失金额的44% 这个占比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前面一百大损失金额的数据占比是75% 前面一百大损失的数据这个金额加起来 是占了所有这些金额的75% 所以在求和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主导性的一个影响 这些都不难理解了解一下就好了 最后一个是混合的时候会产生一个主导性 混合的时候指的是这些 Heavier Tail Loss 这些后尾的极端损失 它会占主导 比如说现在 我有一个损失分布是这个样子 有一个损失分布呢 是极端的后尾损失 那么我把这两个损失做一个加总的时候 大概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样子 上面这个损失分布 对于下面这个尾巴 只有一个非常轻微的影响 也就是说这个后尾的损失 它占据主导作用 我们在做操作风险模型的时候 经常要把损失分布做一个加总 那损失分布加总 有的损失金额很小 有的损失金额非常非常大 但是频率相对来说又是较高 那么在做损失分布 整体分布的时候呢 要关注到这个影响 好 这些它只是提问题 具体怎么去处理呢 这个不用去管了 好那整个操作风险 如何去计量 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的内容 都已经十二点多了 那我们先下课吧 这个下午下午我们一点 一点十分再开始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